今天是9月8号 现在是下午的开盘时间 A股今天你抄底了吗 A股这两天你抄底赚钱了吗 接下来这个行情该怎么办呢 主线上位龙头涨停 接下来我们该追高吗 还是说我们要什么风高减仓 这个行情下主线品种到底该怎么去参与 怎么去赚钱怎么去吃肉怎么去抄底 大概这些问题我们就 目前的盘面说一个技术分析 如果你在这几天抄底抄都对的吃肉的 那么恭喜你们方向对了 但是这几天如果你还在亏钱的 方向把握不住了 看不懂的 甚至有人抄底抄的半伤腰的 今天抄底明天又跌的大跌的 那么朋友们要仔细听 听完我的视频你就明白了 你就清楚了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一些热点 龙头垢股的解读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一句 当然如果你能辞职听我的视频的话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所收获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 对你有帮助的点个赞支持一下 当然如果你觉得我讲的特别好的 关注每天都听一下 我们回到上阵的一个情况 说起上阵 今天你看就是一个震荡 目前属一个震荡走高 对吧 整体来看 不是特别差 当然也不是特别好 虽然说紫苏目前属于绿旁的 但是你看一下 上阵涨的1100多 跌的900多 涨的还多 跌的还少 说明什么 说明题材股表现好 说明科技股表现好 对吧 如果你在近一段时间 一直听我视频的朋友 哪怕挨股在不断调整 在不断撒跌的过程中 我想大家应该能吃到肉 应该能有收获 甚至有些人胆子大的 技术好的 他会有大收获 不会问我说这段时间怎么样 最近有一些朋友老实在说 现在你讲那么头头思道 对吧 那你今天收了钱了吗 你今天有多少个利润呢 说真的 可能大家不相信 这个也没没必要去纠结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今年整体利润 整体收获已经达到了26个点以上 这个不是催的 所以说不是最好的 不是特别强的 但是整体来看 在今年这种行情下 对吧 没亏钱已经算不错了 大爵士还是不是 我们在操作上面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就是说在这一轮调整的过程当中 调整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强调大家 低息抄底潜伏 对吧 很多人都听我听天讲要低息要抄底要潜伏 但是很多人说 哎呀反正我听是听着听是听到了 但是我抄底的今天跌了 明天又答应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我低低进去了 明天又亏了又大亏了 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说本来就是你的方向不对 那么方向在哪里呢 大家仔细看 目前的整个的盘面 市场上最强的点在哪里 最强的这个方向在哪里 我一讲大家都明白了 明白没有 今天最强的仍然属于科技 仍然属于什么 属于与华为概率相关的一些板块 比如说今天最强的光刻机是吧 光刻机这个没法说 因为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利益好影响下的一个上涨 对不对 这个没法说它的持续性 但是有一些板块 比如说5G6G卫星导航 以及什么 与华为相关的一些产品 一些还是很强的 对不对 从今天的盘面看毫无疑问 这个火又烧到了卫星这一块 卫星导航这一块 与5G6G相关的 其实我在近期一直跟大家讲 一定要注意什么 重视什么 科技 科技抄底 以后华为新手机出来以后 大家知道它最大特点在哪里对吧 芯片属于自己的 还有就是什么呢 它可以打卫星电话 结果你看卫星导航成为当前市场上最亮的窄 做一个技术解读 如果你在近期一直强一直听一直仔细看的 是吧 科技里面 哪怕你没有参与卫星导航 参与其他板块 你在几天A股下跌的过程中 你应该是不会有损失的 对不对 如果你的票是核心票 是农头票的话 我想大家应该能够吃到大路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提醒大家了 人家卫星导航到了这里一涨 你看马上到了什么 前高附近 这个时候你还能追高吗 你是不是发现今天就是什么 属于上是什么高潮的状态 是不是 我前期跟大家讲过讲什么呢 我讲前高附近要怎么样 要减仓前高附近要什么 有出货前高附近什么 不要追说了很多次 另外一个卫星导航在今天先写个高潮 包括他们核心龙头票都出现了涨停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号 非常强的一个信号 所以朋友们你一定要记住 你一定要记住 到了前高附近 如果你的票是龙头 那是核心票 可以继续看一下 躺下 你的票后排跟风的 就是说突了一下 前期涨幅不是很大的 突了一下拉起来的跟风的 我觉得大家有高位的该减仓减仓 该跑路跑路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情况 龙头到底在哪里 大家看今天目前为止 涨幅在10个点以上的也有4 5个 然后涨停的票也有好几个 如果说你在近期 互盘的 看盘的过程中 比较仔细的 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有大收获 中英科技 这个是突然涨起来 这种票其实很难把握的 我说很难把握的 知道什么意思吗 一个它是什么呢 你看今天突然爆发 突然放量涨停 在昨天一冲高回落时 大家都很怕 所以像这种票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一个细节 一个思路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你在低位上车的 你在低位上车的 好 今天突然涨停的 两个手足涨停板 你可以多看一下 守不住的话 我觉得高位就应该减仓 就应该什么 就应该出货 你不会以为他一涨了 明天我再去追高 我觉得不靠谱 明天如果再涨的话 再冲的话 我倒是觉得是吧 还可以减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不要想到他一涨停了 我想到没票的 他已经创了一个新高了 明天会大涨 我明天直接追进去 我告诉你 一旦你追错了 你就站岗了 你就接盘了 华丽 这个票是 a股市场上近期最一量的一个载之一 我做这一量的载 大家明白没有 你看 11块 248块 短短几天时间 是吧 涨 涨幅达了一倍有多 那么这种票怎么理解呢 其实在上周就跟大家讲过 讲什么 大家应该都清楚 在这个位置 这么告诉你该怎么办 然后这一段时间突然出现一个什么暴涨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原理 在这龙头票核心票 你实在实在喜欢 你就找每天的分歧点 或者找五屋均压线的支撑 怕如果能打到五屋均压线更好 打不到五屋均压线 你就找每天的分歧点 也就是急跌撒了奔石图的一个低点 去做个博弈做个跟踪 你会发现 很容易吃到大陆 当然 并不说百分之百 有时候你做错了 该止损了要止损 也比如说先能票的话 但我在低位上车的 现在还一路上涨了 我只能看了五屋均压线守得住 我就继续看多继续躺 没毛病不纠结 守不住的我就撤退 我就跑路 这个节奏 到这个思路就没有问题的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要注意细节 还有我们看像施兰打行 还有杭宇威理工打行 你是不是发现一些问题 这些票其实都是属于什么 其实我觉得都是属于跟风 跟风什么 跟风刚才那个对不对 那个翻翻的翻一倍的那个票 所以像这种票接下来怎么办 其实好办 风高减仓 你比如说先这种票的话 这个高位附近是吧 我就应该去减仓 对不对 你就应该在这个高位去减仓 减了仓跑了路 你就不会什么 不会接盘了 如果你做错了 你想在这个高位接盘61 现在56 那你现在就亏损了好几个点 对不对 套住好几个点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如果说这些票你把握不住了 看不懂的对吧 因为这些票很多人说 我不知道它会涨 也不知道它会突然拉起来 对不对 那么这种票 难度比较大 你就盯紧了 我前期跟大家讲过的核心人气票 核心龙头票 两中 对不对 两中什么意思 大家看 中国未通 中国未通 中国未通在前期给大家重点讲过 我想这个时候 到了今天应该是没有人在喷我了 这个票被人喷了 我印象中不下10次 就是说这个票被人喷了不下10次 为什么 我前期在这里的时候 在这里的时候重点跟大家讲过 在这里的时候重点跟大家讲过 对吧 我说这个是平台的一个低位 好 前期它在回调 回调到这平台低位 我说你可以怎么样 上车 可以上车 这个没毛病 在这个位置上车 大概成本在17块钱上下 那你想想 17块现在多少了 19块了 所以你到现在你是赚钱的 赚2块钱十几个点了 哪怕你是在这个位置也是赚钱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有很多的人 在这个位置追高了 有人说22块 有人说21块成本 在这一轮跳水杀鸡的过程中 一直往下杀了过程 当他杀了16块多的时候 16块多的时候 有些人亏损已经超过了20个点 就跟我说 哎呀先生 你不是说中国未通后面会有机会吗 后面会涨吗 会不会拉吗 那为什么一路跌一路跌 我都亏损超过20个点了 我也被割入 有几个朋友跟我说这个事 所以我感到很郁闷 我就说你的成本大松 我说我成本下是21 然后说我到是21 那我说 我说为什么你的成本是22 21 你不是在这个位置进展 这个位置不就17吗 你看他跟我说 我以为他涨了 他会什么 他会大涨会突破25 所以我认为22 最近去21 最近去没有问题 朋友们记住这些细节 我前期跟他讲这个片讲的很清楚 包括在这里了 还记得吧 在这里实际杀的时候 我跟大家怎么样 告诉大家什么 不要怕不要晃 抄底抄底对吧 盘动急拉拉到什么 拉到60年前附近 拉到60年前附近 我们就可以考虑紧张了 是吧 像今天到旁边 像今天到旁边 急拉拉上去了 是吧 我们就可以考虑紧张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车的话 大概你的成本在16块钱左右 现在19块了 3块钱的成本 差不多20个点了 3块钱空间对吧 20个点你可以选择落袋了 对不对 没毛病不纠结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的别化 还有就是 中国卫星 你看这种 是不是也涨了也拉了 前期我一直强调大家 是吧 在这个位置可以低吸可以抄底 在这个位置可以低吸可以抄底 甚至有时间在这个 在这个位置 你低吸的今天也有机会 给你解套 要有机会给你跑路 是不是 一个大阳性拉起来 你就应该什么 保本了吗 活跃本了吗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抄底的朋友 你现在一拉 你是不是就击回来了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 盘中急拉冲高了 千万千万要注意 不要急得去追高 不要急得去顶 整体来看 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市场板块里面的一个轮动 对不对 近期的卫星导航 5G6G都很强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轮动 当然 如果说盘中再次有急拉 有冲高 拉到上方的压力位附近更好 高位减仓减仓 不会想到到高位了 他又突破了一些大众了 我觉得你不要这么想 你知道有机会给你高位减仓 有机会给你高位脱力出逃 我觉得先先选择漏袋 你不漏袋的话 那他是吧 冲高了 一回漏了 那你不就是什么 等于是做了一个过商车 对不对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这个卫星大行可以说是什么 属于一个爆发的高潮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后排跟风的那些票 就不要轻易的去顶了 不要轻易的去追了 你实在实在忍不住 盯紧的前排合线笼头 去做一个什么分歧点的博弈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